今天那个先开始录的视频放出去没多久就有一些评论啊 评论还挺多的啊 可能讲的东西呢 听起来有点争议啊 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 那么我想一个个的过一下 看也是对一些评论的回复吧 这位是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 更何况像Facebook这种无法在中国正常开展业务的公司 不会为华人的政治立场考虑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中国吧 就是会把Facebook谷歌这些公司给强 对不对 然后 那么你说他把中 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把那个Facebook给强了 那么Facebook就不会为华人考虑 这一点来说呢 怎么说呢 其实Facebook中国人很多啊 你说他不为中国人考虑 我觉得不然啊 其实作为公司他肯定会为员工考虑啊 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放在种族的角度上来考虑这个一些事 我们或者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要太在意这个 我们先不要把种族的色彩先加进去对吧 就假如说我们跳楼的不是中国人对吧 是一个别的国家的人 那Facebook难道不这么处理吗 我觉得Facebook也还是这么处理的 他不是完全说因为你是华人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点过激 非要把这个事情放到 扩大到一种种族的立场 其实是任何一个种族的人 我觉得他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 这是Business 资本家有的时候做生意 他不是给你玩政治 他在乎的是他能够有效益 他能够让员工能够出活 然后呢他也是希望员工在能够最大可能出活的情况下 保证他的那个 也给员工能够享受到 怎么说呢 经济上的利益啊一些一些方面 对不对 生活上什么 反正我觉得就这个只是个 Facebook只是一个 typical的一个资本家而已 那么说说第二个评论吧 这里其实第一个人说的对吧 就是说你要懂得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这也其实我是反复强调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其实想说这一点吧 就是斗争是斗争 有的人说你难道就不斗了 其实他们很多人的这里的评论的意思就是说 你比如说最后一个他说 就是说每个种族都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首先我刚刚也说了 你不要太扩大化种族的问题 这不就可能并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 对不对 你换了任何一个国家 哪怕是犹太人印度人 他可能也是这么处理的 那么就算你要争取斗争啊 争取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族裔做争取利益 你斗争的方法有很多 而且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个度的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过度了对吧 你要求Facebook公开调查死因什么的 你不觉得有点过分 你指望人家做什么 你如果要斗争 你要去争取能够谈得拢的事 如果你提出条件 就一开始都没办法 不可能谈得拢的 对不可能的事 就是说 那人家只会觉得 你们怎么那么过分的 那么这里又回到 总读的问题来说 他会 我们华人如果这样表现的话 他只会觉得 你们中国人怎么会这么过分 对不对 你们为什么中国人 就是表现的那么激进 对不对 你们要求太多了 因为大家想想看 你去斗争对不对 我刚刚也说斗争有很多手段 你现在要游行 要什么示威 要抗议 要他公开那些细节 要调查 你这种斗争 你指望最后斗争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有可能吗 有可能Facebook答应吗 那如果是一种无疾而终的一种斗争 那你们是最终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斗争手段和你斗争方式 你最终斗争想得到的是什么 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想 可能不管是自己生活上还是压力大 想发泄一下 我怎么感觉就是好像就很多人只是想 找个发泄口呢 是不是 所以你稍微冷静一下 再想一想 你这个斗争 到底想给自己的族意 或者给自己带来什么 那显然这位斗争的人 给自己带来的是自己被fire 那么你目的达到了吗 这是你想看到的 这是你想要的吗 而且我还经常 我反复再说一个事儿 你在斗争的时候 如果你表现的过分 那么就意味着 如果你表现的过分的话 那就意味着 人家会觉得你不reasonable 人家觉得你不reasonable 反而会觉得你们 就对你自己 然后 对你们自己 就是你这么想 那么你们要让 美国这些人怎么看我们华裔呢 就是说 就你给别人的impression 跟别人的perception 就是对 你是有点理 其实当一个 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两边的人都会有一点理 对不对 经常你你会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两个人吵起来的时候 或者我们就说这件事吧 Facebook肯定有他自己的理 对不对 他fire人 他有他的道理 对吧 他肯定有他自己的理 那你觉得他不应该fire人 你觉得你这是损害华人的利益 你也有你的理 当双方各执意思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我反复想说的就是说 如果你表现的太过分了 当你在闹这些事的时候 会让别人觉得 对我们这个群体的那个印象 会有 会产生一些偏差 就是当你特别 特别是当你step 就step too far 当你那个太过分的时候 当你表现的太过分 当你这种斗争太过分的时候 是不是 to went too far 那么这里其实我想说 就是可能Facebook觉得这个员工 went too far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想说的 不是说不斗争 斗争有技巧 有很多方式斗争 是不是 然后想想看 这个朋友说是用法律保护自己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斗争 你也可以找律师 找律师 你们可以比如说大家捐钱 找一个律师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你如果走正规途径 比如说是法律途径的话 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不是 可能反而更有效 反正我不是搞什么组织的人 我也不太懂这些 我只是想一些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谈到斗争 谈到团结 我们最好是有一个比较 有头脑的 有理性的 知道怎么斗争的人来领导 而不是大家就是聚在一起 就是发泄一下 就完事了 我个人觉得现在在很多 我们华人在北美的时候 我们做的一些事 有的是很多是自发的 但是并没有很有力的 很好的就是组织起来 或者就是说有strategic 或者我们英文叫strategic 对吧 很有策略性的去做一些事 而往往就是一闹完事这样的 这样的往往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可能反而更差 而且特别是当你不冷静的时候 那个带来结果可能是disaster 对不对 对这个人来说 其实他就为了这个事情失去工作了 那看你怎么理解了 那么你觉得我这个讲的 是不是有点太软了 就很多有的人就觉得我这样 是不是太软了 对吧 他这里这么说 是不是啊 我觉得软不软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 以退为进吗 我不是说让你退 我只是说有很多斗争的方式 还是那句话 对不对 你下棋也是的 就有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方式去 去以手为攻啊 这种 这种方式 当然我自己个人不是做这块 我也不是说我要领导啊 或者是我要drive这个事 让大家 我有什么plan 我没有这种plan 但是 我只是看到的一些现象 我想说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应该更加strategic 对不对 有策略性的去组织做一些事 而不是像现在怎样啊 造成自己 反倒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甚至再说的不好听点 你可能让北美这些 北美的不管哪个国家的人 对我们华人 对我们这个群体 产生一种不好的印象 其实我隐隐约约感觉这个事情 很多不光今天这个事儿 就是说很多方面的事情 就比如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那个加拿大 那些富二代他们开那种豪车 挂着中国国系去抗议 抗议啥来着我都忘了 都有点抗 反正是跟中美贸易或者香港有关 我都有点忘了啊 然后大家知道那件事儿吗 那那对 当时就是车开的很想 喇叭开的很想就闹 就富二代 富二代还是光二代吧 他们很有钱 开的都是名车 结果呢 没过多少天 他们都被遣返回国了 就签证取消了 车子的那个车牌被吊销 人遣返 那么还有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他一个是遣返吧 然后对这个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他们那个噪音 他们的噪音好像是超过了那个标准 还是什么 反正理由很牵强啊 但其实就找个理由把你给搞走 那么你想想看 那么这些华人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存环境 就加拿大现在也对 说的不好听 对华人也是很排挤的 对不对 当时那个闹这个事儿的话 有很多就是我听说很多中餐馆什么的 就被打砸 警察都不管 就被那种加拿大的人打砸 其实你闹这些事儿 你最后suffer的是谁啊 大家想想想 包括那个去跑到开豪称的那些富二代官二代 你们回国了 你觉得你们得到什么了 你们最后 你们觉得值得吗 你们这么闹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而且你这样闹以后 你得到什么了 你有什么正面影响吗 没有任何正面影响 对不对 反倒是自己落这个 就是只能卷幅开回国 那么我同样要说 这个事儿 对facebook的这个事儿也是applicable的 大家想想啊 就是你闹的时候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闹 是不是 你这样开豪车明喇叭 就是为他们争取利益吗 是不是 好吧 我看最后这个 这个第二个回复吧 他说 嗯 他说是说到工会的问题 对我们确实那个 呃 呃 马工是没有工会的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工的薪资比较高吧 我觉得工会往往是为了保护那些可能薪资啊 福利不够好的 可能马工工资啊 福利啊都太好了 其实我我其实还想说 我自己收入薪资也都不错 我我个人觉得其实 拿到大部分马工这个拿到薪资 哪怕996我觉得都不为过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你可以喷我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 你能拿你拿十几万二十几万 甚至有的人三十几万四十几万 对不对 你拿那么多钱 哪怕 对吧 996什么的 我都觉得是ok的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说我想说我我我只想侧面说 为什么我的理解是没有工会呢 是因为那个工会一般保护那种就是你实行只有15块钱 12块钱对吧 因为他们的利益确实比较需要保证 对那你说马工是不是应该组织工会来保护呢 我其实个人觉得马工其实已经是中上阶级了 在在在美国社会里面 就是至少从收入上来说 你要保护他什么呀 那你有说专门搞个工会保护富人的吗 对不对 都一般都保护穷人吧 对不对 搞个组织保护穷人 保护那种天下的对不对 所以说哎反正还是那句话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委屈啊什么东西 你拿那么多钱 你公司给了你那么多薪资 Facebook给的那个收入绝对是很高 公司给你那么多薪资 其实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好抱怨对吧 一个是没什么好抱怨 二你就算要抱怨 你和你要斗争 你还是走合理的方式 就是说虽然我我这里讲了半天也没讲 什么是合理的方式 什么是strategic 因为我我不是Martin Luther King 对吧 我也不是什么政治领袖 我不我个人不懂 我只是个小马工 对吧 我只是一个在IT做了好多年的老马工 我不是搞政治的 但是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 但是我个人看到的就是说 你给自己其实在带来伤害 所以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